这个北台湾 我因为是老人 不好意思 我就帮大家做一个回忆 你刚刚说 哇 刚刚秀林讲说 难道北台湾蓝绿翻转吗 我听了就大吃一惊 因为在以前 北台湾蓝军是占60% 绿军是占40% 在南台湾倒过来 就是绿军占60% 蓝军大约40% 所以是中台湾在定天下 那东部大概是蓝军占优势 所以中部就是整个2020 类似这种总统大选 或是以前的大选的话 都是如此 那所以根本上来说 如果我明白的讲 国民党这次得了47%的选票 他并没有恢复 他在2000年 2004 2008年的时候 蓝军在整个北台湾 所占有的优势 这是我第一点要提出来的 其中最大的差别是 桃园跟新竹 当时桃园跟新竹 国民党都是压倒性的胜利 他大概在桃园跟新竹 我看大概都是百分之六十几 对百分之三十几的民营党 那以前基隆也 民营党没有执政过 很少的例子 所以整体而言 我自己就是看台湾的选举 看很长的时间 从我20岁 看到我现在60岁 所以我跟您说就是说 就是跟您说就是 以前民党当然比较小 后来进入2000年的时候 就开始 我们讲做neck to neck 就开始变成有竞争性了 或是1997年 县市长大选 就双方开始有 很明显的竞争性 树立了台湾民主政治 早就应该出现的两党政治 就是说国民党不再是委赢的 那从1997年的县市长大选 到2000年 2000年还是蓝军分裂的结果 那2004 那2008是因为 陈西典的贪污爱 我觉得那个不算 到2012年的时刻 又是双方其实是势均力 都差几个百分点之内 那所以其实以北台湾来说 如果你刚才的数据来看 国民党并没有回到 当年的盛事 他如果把柯文哲的选票 加进去的话 这有点太意向其余了 所以柯文哲到底 应该加到哪里去 其实是有问题的这样子 这个奇怪的颜色 不知道该加到哪里去 对 所以我觉得整体未来 你要讲说这一次 因为我们是跟着 未来几天的县市首长的转发 他们的执政会决定这些事情 为什么以前国民党 在陶 竹 这两个地方 是压倒性的赢 在2000年以后 我其实很坦白讲 桃园市是一个 我最喜欢的一个地区 就是说 我们在讨论台湾政治的时候 它是一个最好的sample 因为它是一个不能操作族群议题的一个选区 它北部是桃园市是闽南人 南部中立这些地方就是以客家人为主 那有部分的外省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政机论天下 这个地方族群非常融合 我不能说融合 就是说你操作族群 其实是不会有太多的效果的 那以前 民进党在桃园县选举的时候 在1997年之前 都只差国民党一点点 后来发生刘邦有血案 不是补血吗 那我就帮大家回忆 结果就 吕秀莲就赢了 那吕秀莲赢了以后 到1997年 他就再赢 因为他很短的时间以后 他就连任了 那连任之后 坦白讲 吕秀莲呢 并没有做得很好 或是他政绩很失败了 所以朱立伦就当上了 桃园县的县长 那时候是桃园县 那朱立伦当时接到的桃园县 是一个负债累累的桃园县 而且政绩很不明显 可是桃园县是全台湾 最大的科学园区 他比竹科在科学园区里头 占的比例更高 只是他不是集中 所以他印象不深刻 那朱立伦就透过着招商各方面 所以就使得桃园县呢 朱立伦在任的时候 变成了蓝军的天下 所以在那个之前 其实并不是蓝军的天下 拥有桃园 那朱立伦做了两任以后 就顺利的交给他的下一任 很可能他的下一任的政绩 并不怎么样 所以轮到了郑文蔡 跟那一年的政治海啸 应该有一点关系吧 我觉得跟政绩有关 那一年的时候的 政治海啸有关 跟政绩也有关系 因为如果是海啸的话 就跟台中一样 当年的海啸 使得胡志强落选 林家龙当选 那现在就翻盘 变成卢秀燕当选了 不是吗 那为什么桃园县 郑文蔡还是赢那么多 郑文蔡没翻船 所以我告诉你 他的政绩一定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讲话要公平 所以他的前任的国民党的县长 可能并没有做得很得人心 OK 你讲得非常的保守 应该是他政绩并不好 OK 那郑文蔡至少政绩比他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 郑文蔡就稳下来 他的对手陈学胜也不强 但是某个程度来讲 我觉得这次很多对手 不见得多强 可是都有韩国瑜的外衣效应 各种的 所以郑文蔡可以稳住的理由 我觉得从桃园市来看的话 其实给所有的政治人物 一个警惕 你不要以为有什么地方 叫做永远的蓝区 永远的绿区 那高雄市 他可以翻转成韩国瑜 台南市的黄伟哲 他居然可以赢那么少 所以没有什么永远这件事情 那因此其实过去会变成为蓝区的 会变成绿区的 大多数时刻是因为以前的县长 或是以前的市长 他在那个地方的政绩非常非常的好 当然延续几年下了以后 他就会变成叫做蓝区跟绿区 那我觉得桃园市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那因此呢 马上我们就要谈到 你未来几天要专访这些县市首长 他们不要乐在当下 他们要乐在危险 也就是说他们就职当时很欢心 我不会说你不要高兴 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乐在危险就是说 你前居之切 你看前面的人 你要了解 当你做一个市长 人们委托你的是什么 人们交给你的是什么 台湾现在不是只有台湾 就全世界 经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贫富差距 然后经济很多问题都到了一个瓶颈 然后美国就决定自保 所以一方面开打美中贸易大战 一方面就科技大战 欧洲本身在2019年 我要告诉各位 2019年欧洲议会5月要大选 现在看起来 所有要选出来的 各个国家的民调里头 领先的都是反欧盟的人 所以你可以想象欧洲的混乱 在明年的5月时候可能会出现 英国在3月底的时候 可能是无协议脱欧 这是国际政治 答案就是什么 答案就是说 2019全世界的经济 是一个混乱的一年 都不好 美中贸易谈判是可能会休战的 就是说会达成休战 可是这个休战只有关税的休战 只有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的休战 可是中国的经济还是照常会放缓 科技大战是不会休战的 科技大战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会越战越猛烈 台湾本身除了 我们现在在讲的陆克观光 以前的科学园区 我们有什么 所以每一个如果我今天 我当然已经根本就是退休的一个人 在政治这个领域里头是完全远离得很远 可是我就站在河的对岸看 所有现在不管是你是哪一个政党的人 你上台 其实你接的 讲难题也叫烫手山鱼 比较认真的来讲 你接的是一个痛苦的老百姓 他们把一种他们的期望交给 所以你要乐在危险 就是说你很了解 不是你权力的危险 而是说我们的老百姓 他们面临非常大的生活上的痛苦 而且他们也看不到他们的未来 年轻人也看不到加薪的可能性 你经济也找不到下一个产业 下一个产业要扶植起来 很需要时间 而台湾过去的政治都只在斗争 没有人在扶植产业这样 所以这些结果就会造成 人工智慧的时代又来临 然后又更多人失业等等 所以我觉得现在当选的县市首长 他要理解 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任务 你赢得的不叫做权利 你赢得的是一个危险的责任 而这个责任其实在全世界 我们看到当总统当什么的 反正只要现任的都倒霉 在一党都可以随便乱抗争这样子 所以当执政党本身是霸点 就是说台湾会长说是霸点要叫我倒霉 这样子 在一党是可以在下面乱丢东西的 所以不是什么too happy的事情 那回来来谈就是说 你讲说2020大局 其实我不是那么关系2020大局 我很想关心就是说 整个台湾所有的年轻 跟比较辛苦的那一大群人 他们的人生的未来 真的可以透过选举翻转吗 还是他们每一次的一个期望 都变成失望 失望再变成绝望就换一个党 然后换一个党 然后再来 那政治人物的起起伏伏 我觉得是对我来讲不重要的事 而是已经很长时间 老百姓的痛苦没有出路 然后因此他们对于他们的痛苦 随便找答案 你乱丢答案给他 你乱操作族群 你乱操作两岸 你乱操作什么 他都信 为什么 因为他太痛苦了 他觉得对这就是答案 当他附和你的时候 其实是他附和你的不是你的主张 他告诉你也是他背后的痛苦 那我希望这些人要了解 今天的权利不是来给你接受礼炮的 今天决定给你的 其实很可怕跟很大的责任 我觉得台湾老百姓 对于政治人物的喜好态度 正在改变 以前就是要什么博士学历 然后有一定的样子 其实在选后 有一个国外媒体访问我 我想说反正其他人看不见 我就讲得直接这样 我说以前叫帅哥单道 当道 现在叫丑男当道 这样子 不过韩国有这个 蔡智英不以为然 我现在我指的是那个北高 这两个人 韩国也蛮好看的 韩国有这个度量 因为我曾经跟他讲说 奇怪为什么韩冰跟你长得无关 都一样 怎么结果差别那么大 但我是在开玩笑 为什么 其实这背后是有原因的 老百姓讨厌 看起来 就是anti-establishment 就是我反对既有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他并不喜欢看起来一观楚楚 然后完全是上流社会的人的 那个模样的人 所以韩国瑜跟柯文哲 虽然柯文哲的家境很富裕 虽然柯文哲也是台大医学院的 这个毕业的人 然后他是属于 但是他的讲话 然后他的样子 你知道像川普也一样 他很好家 但是因为他说 就很像一个很粗鲁的一个 美国任何一个街道上 corner的人 所以这个社会 跟这个全世界现在都是 anti-establishment气质的人 好 那你回来问我 我跟你说 其实这两个党 他们的选项都很少 他们想要胜选的话 民进党的胜选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回到2014年 征召柯文哲的方法 你说民进党征召柯文哲 如果柯文哲要选民进党确保自己 可以继续掌握一定影响力的政权 他只有一个方法 但是他可能冲不到 这就是明知你要撞墙 人就是会去撞墙 这个李登辉当年在2000年 面对连送分裂的时刻 李登辉这么聪明的人 这么老谋深算的人 他都会犯下大错 这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民进党的话 其实你从选战策略 都不谈任何问题 他没有选择 他就是跟柯文哲合作 而这个合作不用交出战犯 就把总统位置让给你 可是说好其他的合作 如果他不肯的话 他会出现彭敏敏跟李登辉竞选的情况 因为柯文哲本身 你以刚才来看的话 柯文哲本身他拿走的票 一定是拿走绿军的 多过于拿走蓝军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里头 民进党想要继续引导 整个所有的政局的话 他必须吞下去 接受两岸一家庆 然后他必须吞下去 就是让柯文哲变成他们 征召的总统候选人 而且民进党不提名人 国民党方面的选项 我讲的也很直接 国民党选项也很少 他要征召一个能胜选 最后能治国的人 刚才玉敏讲到一句话 你也提到侯友宜的 能源政策跟中央是冲突的 事运也提到 我其实常在想 政治有这么美吗 你一个月薪水洗瓜最急 除非你要贪污 不然你是在冲上 那你需要这么短视吗 你当桃園市市长 就反对大潭天然气气场扩充 就要反对大潭那个地方 旁边的观音港可以进天然气 因为这样我民意才符合 然后你当新北市市长 你就要反对核能政策里头 你一定要有的干湿主藏地 你就一定要反对吗 你就不批准吗 你就为了给民意党难堪吗 然后你再来反对火力发电 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如果是这种立场的人 他就没有资格选总统 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治愈这个国家 我今天当桃園市长 我就反对大潭天然气场 我就反对ABCDE 只要不要盖在我家就好 我今天当新北市长 我就反对ABCDE 那你就停在新北市那个地方 你就去做有新北市的市民 或是你的继承者就是新北市市长 然后你继续影响新北市政局就好了 你就很难往上走 所以政治人物的短视 朱鲁敬是一个好人 他上次2016大选那么倒霉 就是因为他的短视 他完全没有看到国民党大败 只有他一个人赢了 所以他应该要有一种态度 就是我责无旁贷的 变成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就是想要说最好不是我 因为他一生都在打顺风派 他人生太顺利了 所以最好不是我 所以当胡志强想要选 国民党当主席的时候 他绝不让胡志强选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胡志强 你会提名他做总统候选人 他不要选 所以他当国民党当主席的目的 最重要的不是要振兴国民党 是防止他自己变成国民党 2016的后会总统候选人 所以他没有牺牲的精神 可是到最后 人算不如天算 跑出一个成要聚叫做洪秀柱 那个时候我知道 刚才韦翰有讲 就是说他本来希望是 他来做党主席 王金平来做总统候选人 那个时候我很记得 王金平身边的一些人 包括张立善的哥哥 他们的一些人就在考虑说 朱立善有能力摆平洪秀柱的问题吗 怎么可能 到最后的结果 就变成是朱立善自己还要 冲促上台 而且换柱的过程当中 让国民党又再次受伤 所以我就想说 人们为什么会有的时候 朱立善其实曾经声望很高 人们也很喜欢他 他那次会受伤的原因 就是人们突然看到了 你的精算师的个性 不要再算下去了 老百姓没有那么不聪明这样 朱立善也有他应该要有的理想 那我刚才提到说其实现在要从政的人 他的理想跟他的现实是一致的 以前一个政治人物的理想 跟他的现实是要不一致 他才能够得到权利 你看德国的例子 德国的梅克尔 他一看到他的地方大选 有些地方赢得很少 有些地方输掉 他立刻宣布 他不竞选连任首相 他是不竞选连任总理 然后接着他也不竞选更高的欧盟的任何职位 他也不竞选他的执政党 Tradayu的党主席 然后接着他裸退所有的政坛位置 他就直接都不要了 他就走了 结果他支持一个他的接班人 我们简称他的AKK好了 他在1000个党员里头只赢了35票 就只赢了3%多而已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如果他们有全部裸退的话 他会是什么状况 所以他的理想 他为了要维护德国政局的稳定 他不要让极右派起来 他要巩固欧盟 这是他的理想 他的理想跟他的务实 其实是一件事情 那英国的来讲 其实是如此 Teresa May现在说 我不竞选首相不够 他就整天都在想说 我如何维护我的首相 我如何每天继续住在唐宁街 所以就越搞越糟糕 越搞越糟糕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政治里头 跟可能几十年前 或是这十几年来 台湾所看到的政治现象是相反的 就是你越有理想的人 你越能够抓住权力 你越想抓住权力的人 你越会失去权力 因为你欠缺理想 像蔡总统的情况 大家看得很明显 就是说他才当了两年 很少一个政治领袖当了两年 面临这么难堪的局面 你如果不放手 我不知道蔡世英他们说什么 你刚才那种绝对是讲给蔡总统那个了 不是 我是很局外人 就是我只看到说他想办法要用各种方式 稳固住他的权力 然后那些县市首长也很希望说 我可以从中央拿到资源 然后有些落选的人希望我可以回去做部长 将来我还可以再回来选 白礼以后我落选的 所以大家就变成一个连线 但是就是说你越想抓住权力的人 你可能失去的更快 所以如果有柯文哲现象 而且柯文哲想要参选 如果他想参选 其实民党是没有选项的 民党只能跟他谈合作 就是副总统是我的 行政院长是我的 然后总统我就礼让给你 这样他们就答应了 国民党就不用打了 假设是如此 国民党还要推自己的人 国民党面对这种局面 国民党也只能这样 所以我们可能出现一个 你们经常在promote的概念 叫无色觉醒这样子 就是说哪一个党先醒过来 哪一个党先赢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 不要整天你在当当当当当 我我我我我 谁把那个我值观念先放下 然后用你这个政党 其实我要谈一下 民主政治的设计里头 政党怎么会变成帮派 你们变成一群人集结在一起 抢夺权力互相分配分赃 怎么会是这样 原来民主政治的理想设计是说 这个国家有几个重要的政党 而这个政党里头 有所谓的政治精英 他帮老百姓挑选最适当的人 来领导这个国家 最适当的人去领导那个城市 这是民主政治原来的设计 现在不是 现在跟流氓一样 就变成一个梁山坡的一个政治 那你怎么会觉得这国家是你的 你凭什么觉得权力是你的 你为什么会觉得如此 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说 你为什么看不到老百姓的痛苦 你看不到自己的能力的欠缺 你不看不到别人的能力 是比你好的 为什么不是用你这个政党 你拥有的选票跟基础 帮老百姓去找一个 跟征召一个 如果你们自己党里头有 他是可以解决老百姓痛苦的 那你提名他 如果没有 你为什么不去征召一个 可以帮这个党 最主要是帮这个国家 可以把他的某些重大的理想实现 帮这个国家里头 你所认同的理念可以实现 然后他可以治理这个国家 把这个国家盖得更好 把这个治理更好 那刚才我讲核能议题 我其实不是那么支持核能 但是我更反对活力发电 你住在台中的人 我们都台中人 你是把台中人的肺拿来当成 意识形态的玩意儿你知道吧 就是你把台中人的健康 你说现在你 卢秀燕他当成台中市长 什么筛解肺腺癌 我需要得到肺腺癌 被你筛解吗 我要防止我的肺腺癌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我是卢秀燕 对不起 我天天给台电开发单 开到你破产为止 没错 你只要超过一个PM2.5 到一个指数 我天天开你发单 我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开到你垮掉为止 然后所以中间北宋里头 我算出来多少 你少送多少 然后我跟你坐下来谈判 我就一直开发单 以前陈定南当以来县长 就是用这个做法 所以他就天天天天开发单 然后联合其他的地方 就是全面的处理 但是你不能说 中部的地方抗争火力发电厂 桃园的地方抗争天然气港 设在他们那里 然后新北市的人 抗争什么核废料 然后抗争核能 那我请问你 我们台湾要发展人工智慧 那要发展大数据 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好不好 在加州现在三分之一的电力 都在支持Amazon 所有这些大数据 就是这些高科技公司 他们的大数据的运算 那个整个Big Data的运算 他用掉了加州三分之一的电 你台湾没有电 你谈什么未来的人工智能 就不要谈了 我们所有的人 就是说在这个里头 你在能源政策里头 你的自私 其实就是在毁掉这个国家 你不要以为说 你选上了市长 你很高兴 所以抗争还没当上 我要直接跟他讲 他对能源政策用功不够 他这一生过于务实 永远效忠领袖 不同的领袖 他都效忠得很好 他很了不起 但是这种做法 是不利于这个国家的 抗争也很有兄弟的感情 请你把台湾人当成你的兄弟 把台中人也当成你的兄弟 台中人的费 某个程度你要考虑 所以这所有事情 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全国性的眼光 做下来一起解决 因此我觉得台湾的问题是零零种种 这些县市首长 他们本身要有一个更高的眼光 然后某个程度来说 在能源政策 在双语政策 韩国瑜的双语政策 还有在人工智能的政策里头 如何落实到很多教育里头去 这是不只是 我觉得不要一直都谈什么 卖东西到大陆去了 你知道年轻人如何重回农村 你的农产品本身怎么样拥有履历症 然后使你的农产品具备很高的竞争力 然后再谈你卖到中国大陆 卖到哪里去 这些东西你要扎实的把它做好 否则你的各种观光这些东西都也 虽然有意义 但是意义会变成被限制住这样 所以我的感觉会觉得说 国民党不是只有民进党要大破大力 国民党其实一样 所以国民党也不能再局限说 我要卖东西去大陆 当时国民党的失败 政权的失败 就是来自于他对台湾的整体的结构 没有进行全面的改革 包括教育的体系里头 当然大家讲的都是意识形态 我有兴趣的是双女教育 跟人工智慧的教育 还有大数据跟所有的能源问题 国民党没有进行这些结构的改变 那也没有把农业部分 给予大家足够的远见 农村里头没有全部的创新 那只有一个东西 大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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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大陆不重要 但是大陆不是唯一的答案 那你把大陆变成唯一的答案 就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然后就给了民党 可以操作的一个机会 因为它真的不是唯一的答案 秀琳你刚刚问了一个大灾问 那我讲了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就告诉你说 其实我放眼看过去 现在台面想要竞选总统的人 可能都不能解决 我现在所讲的台湾的困境 那你们可不可以放手 饶了台湾的老百姓 你会不会担心他们征召你 跳出来 我想要帮他讲一点点话 然后再谈我为什么觉得 他应该考虑辞掉党主席 成全这个党 他要选也好 他不选也好 他就 某个程度我觉得还是要选了 那我觉得在这次的大选里头 我最记得的是我听到说 韩国瑜要选高雄市长 我眼珠他没有掉下来 那时候是因为 透过一个朋友的关系 然后我就碰到了韩国瑜 我说你他搞什么鬼 你去那里不是被牺牲打吗 就讲他大家都很直接 那是非常非常早 就是等于是说 我既没有慧眼 也看不出英雄就对了 那他就说 但是我要讲他后面的谈话 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其实你是很好的一个发言人 你应该去国民党党中央里头 做文传会主委 或是副秘书长 兼文传会主委 这样的角色 来创造国民党的能见度 他说我们吴主席叫我下来选 我说他叫你去选就去选 他就再讲一句话 他说我是国民党栽培的 当国民党夸成这个样子 我看到所有的人 某个程度 明哲保身 或者划清界限 或是只顾自己 我韩国瑜不是这种人 我当年就年轻学习方刚从政 后来他好像三十 好像二几次的当选县议员 台北县 那我也听说什么 有人讲说什么 因为他取了一个什么 本省人的有钱人家权贵 我觉得这都是胡说八道 因为他是在台北县当选的 他根本不是在云林当选的 然后他当时当选县议员 他很聪明 所以很快就当选立委 然后后来 因为他跟李登辉他们都冲突 所以他就离开了 刚好他太太是云林人 他也去做一些生意 他做的生意都没有成功 是他太太做生意成功 就是他太太开了双语学校 双语学校在云林就是很好 然后他女儿也很优秀 那女儿现在也不会觉得 他要去卡一个什么位置 韩兵就觉得他要立刻 回加拿大去读书 那他就觉得说 我的人生未来前途就是 我说回来帮爸爸 然后我爸爸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这是这样子 打起来一个选战 然后他打选战的目的 他就是有一种我所看到的 国民党里头没有的那种精神 所以那种精神发挥到 他去选高雄市长 他不是为了国民党而已 他也就觉得 我老百姓对我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他会有情有义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对我来说 或是政治对我来说的 那个无情无义 在韩国瑜身上被找回来 然后支持他的人也有情有义 那比如说像王静平好了 王静平等于是国民党 这段时间里头 自从忙着上台 就被不断唾弃的人是吗 可是他的三山那场 就是钢山那几场 骑山那几场 就是创造了说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我听说我是听说的 他们说王静平奔走的 比候选人还要累 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然后他在台中 因为台中以前胡志强会落选 就是台中现在派系整合非常困难 那王静平很擅长这个事情 所以他其实是国民党最好的秘书长 跟祖公会主任 但是以前呢 就是说可能那个党主席 根本就不愿意真的重用他 所以他现在跟吴敦一之间的合作关系 不是说政治结盟的合作 而是说吴敦一之间的拜托他 所以就是刚才韦翰有讲的 就是他在台中 因为台中一开始的派系是没有整合成功 卢先生希望帮他忙的总干事 一刚开始是完全不肯答应他 后来就是在整个王静平一再一再整合一再整合 胡志强每次在台中是竞选 上次竞选当选后来落选 都跟国民党的某一个派系叛变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一次呢一个是空污议题 一个是整合地方相当成功 王静平在这时候都出很多力量 那吴敦一这样子到处奔跑干什么的 然后叫韩国瑜下去 然后就是想办法找人干嘛干嘛干嘛的 那整个比如说他最后 比如上郑立文好了 国民党很多人跟他也没有处得特别好 可是他就知道他要重用他 因为他需要选战需要这个人 所以某个程度来说郑立文也不是吴敦一的人嘛 你知道吗他跟王静平关系比较近一点点 然后他也在跟国民党的血缘业 我不晓得可能这几年建立的很深 但我只能够说我看到他 在这次当党主席的时候 想尽办法的容纳各方 然后接着韩国瑜的声势全部都起来了 韩国瑜知道他不可以让高雄变成蓝绿对决 所以就谢绝他们下来 那谢绝马英九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马英九对他的学者一点功劳都没有 他谢绝了吴敦一 那谢绝了吴敦一的时候 谢绝了他的king maker 那结果吴敦一有没有因此很生气 他没有 他很了解什么叫大局 所以我就说我要帮吴敦一讲话 他就是一个在这次的选战里头 为什么会赢 除了整个民心向背改变之外 他其实某个程度 不像过去国民党的某任党主席 专门在分裂这个党 他是把这个党整合起来 全面的整合 找最好的人 那国民党如果没有从这里头得到教训 我觉得很可惜这样 那可是呢 这个世界就是实事造英雄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他就只剩民调1% 如果你这个民调是正确的话 那当他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成功不必在我 就像他没有下去帮韩国瑜站台一样 有的时候就是说 人退一步海阔天空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 我从以前跟他在立法院同事 我很少看到 比他清廉的国民党政治人物 我再讲一遍 我很少看到 比他清廉的国民党政治人物 我很少看到 而且我认为 他比大家认为很清廉的那位先生 还要清廉很多 那他对于各种财团的不客气 对于各种很多东西的那种阻挡 包括他做行政院长的时候 处理那个台湾几个大财团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觉得在这部分里头 他是真的一个社会里头 被误解得很深的人 但是他就是在这一些政治斗争当中 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 他还被认为 以前行政院长政绩最好的 我反对说我老的陈辉文 最高指导原则推 懂得老百姓痛苦的人 不是选得赢 但是懂得老百姓痛苦的人 才选得赢 我觉得台湾现在要从政 其实台湾这个 我自己1998年时候 当时我有帮谢长廷站台 最后的时候看了一下 那个其实吴敦毅跟谢长廷 差距很小 新党推了一个人 拿走了5000票 那所以这是谢长廷 侥幸赢得选举的 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那高雄到后来 从高雄市到高雄县 尤其是高雄县 他会一直变成深绿的选区 其实跟杨秋新那个时候 他的执政永远 施政买意度是第一名有关 那陈菊在陈水扁下来 换马英九上来 又施政买意度也都往前推 所以我常常讲说 台湾的老百姓是 自己会去看谁做的好 谁做的不好 所以回头来看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其实今天话讲很多 应该把时间留给大家 但我最后要讲一句话就是说 台湾现在其实 好多台面上的人 蔡英文你也享受过2016年 很多人对你万民拥戴的掌声 然后大家也排队 然后也拿你的红包 你给了这个国家什么 老百姓给了你好多 你给了这个国家什么 那我们现在想要参选的人 也都曾经参选过 很多不同的职位 老百姓也都给他们 很大的掌声很多的票 每一个人可不可以问自己说 我值得老百姓对我这么好吗 所以我真的很想跟这个 我不知道是 就是说你看韩国瑜会翻转 那么深绿的一个地方 那个翻转是什么 是太穷太苦了 他怎么会去选一个外省人 我其实坦白讲 就从我们所有了解政治的人来讲 他有可能去酸解的空降 第一个空降 第二个有一个外省的军事 不要说台语 台语说的不错 台语说的不错 台语说的比我好 有比起来好 跟我差不多 台语比你较好 台语比你较好 文茜 你现在台语比他好 还比较好 没这个事 我要讲就是说 文茜今天受到好多的伤害 对 你们这节目当然要给我 精神补偿费OK好 我要讲就是说 其实对韩国瑜的知识 是老百姓的痛苦之数 韩风韩流的背后 除了韩国瑜个人的魅力之外 后面都是老百姓的痛苦之流 所以我希望所有出来参选的人 可怜一下台湾的老百姓 台湾到处都是这个关门 那个关门 这个关门 那个关门 从南到北这样子 今天赖院长他所做的这个决定 其实 你说请辞又接受胃留 当然就是说民众要的是 不管你民进党说什么 中生代老生代 现在中生代接班的呼声自己 民众没有在管民进党 是谁出来领导的 因为这是民党家务事 我管你民进党干嘛 我只要说你现在 作为执政的团队 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的你就要去 像你安排个选务 其实我们是受重伤的 很多选民在排队 冗长的队伍里面 改变投票意向 你敢说没有吗 一定很多 报警那是你自己在国会 改了公投法明的后果 这就是你的下场 你在国会的时候 没有好好监督 你说我要维持高门槛吗 不是 你当时让他们 那么多案子统统都成案 然后你又把神议委员会 听李英雄的话 叫做太上皇废掉 没有了 结果你们才是 自己变成太上皇 现在老百姓公投出来 结果你说我不接受 我才没有说不接受 我说接受 民进党不接受 他们不接受我接受 然后第二个 当时如果有审议委员会 他是各立法院推派的代表 他可以把好几个同婚的 跟反对同婚的都整合成案子 当时的审议委员会 如果能够兼顾 能够做到完全公正 后来就不会被推翻掉 你中选会更不 你自己 我同意了 中选会做得不好 不是 你什么不好 你中选会是行政机构 干预了立法机构 根本就是违宪的 这个公投法的修宪 中选会是让所有的案子都出来 他并没有去要求说 不是 你中选会是行政机构 你直接民主是在立法 你怎么可以用一个行政机构 来决定立法里头的内容 你如果当时把同婚的 跟反同婚的都并成案子 然后大家赞成或反对 就不会排那么长 对 您讲了我同意一点 就是中选会是不可以 干扰人家的公投提案 他不是太上机构 就是因为他不是太上机构 才让这个人 这个团体联署的同婚 那个团体联署的同婚 统统都成案 因为他不能够让人家不成案 也不能够整病人家的案子 他也没有办辩论会 也没有什么东西 那现在这个乱象 如果说韦哲你觉得 从来过去也没有办过辩论会 怎么会过去没有 你是没有活在过去吗 你怎么敢说谎 我活在现在没有活在 所以你就不要说谎 怎么会没有过去 过去每一个公投案 都有正方反方都要辩论的 过去我们才只有 入联反联的公投 没有 太多了 还有军购的公投 所以那都有没有辩论 有 那个东西都是 那明明就是有辩论 我就跟蔡英文一起辩论好不好 我们是鬼吗 我们不是鬼 所以你根本就是胡说 然后你现在马上 民进党队长说 所有的公投都不算数 你们是什么 我不认为说不算数 民进党哪个人说 所有公投都不算数 民进党哪个人说 说公投不算数的 对于乙和养律公投通过之后 现在说要用尊重 而不是遵守 这是两个很不同的层次 依照公投法 应该要怎么尊重法 怎么做 那就依照那个法 就我来讲 我解读公投 就是最直接的民意 当民意要求 乙和养律的时候 我们就要尊重这个民意 在修法上 你怎么办 我是要对民众负责 还是要对党负责 我们毕竟中华民国 不是以党领政 两岸政策叫做模糊 我有一点保留意见 其实当他讲了两岸一家亲 就是绿军决定挑战他 两边分开的理由 这个不叫做模糊 这是踩到民营党的红线 那也因为两岸一家亲 这一句话 所以双城论坛 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包括连苏起 发明的九二共识 都叫做模糊 其实模糊 本来就是处理 两岸关系里头 最高策略 会让人家喜欢 我觉得不要只有 谈到他的不好 而是你如何学习他的好 他会让人家喜欢 就是还在两岸的问题里头 人们对他会维护 我们的主权 有信心 可是他并没有拿这件事情 来创造两岸的冲突 他说出了两岸一家亲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说 他其实变成台湾的最大公约数 那这个情况呢 甚至比国民党的九二共识 已经被丑化来讲 更聪明这样子 那第二个 当然主要原因是 他是本来绿军出身的 所以他一加上两岸一家亲的时候 那有点像三明治 就多叠上了一个东西 所以他就有他 不像国民党是从被怀疑 然后加上九二共识 那这个就不太一样 所以他的模糊政策 本身就是一个 有些人是信赖他 他不会出卖台湾的主权 可是他要加上两岸之心 所以他不会制造两岸的冲突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加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他 在最近讲一些话 他说你们这些人 一个韩国瑜 连当个北农总经理 你都容不下 然后甚至连他来做一个 市政府的有几职顾问 你都非把他赶走不可 你搞到今天变这个样子 他这句话 其实某个程度不是只有政治斗争 他其实呈现出来 我们现在的执政党 气度之小 赶尽杀绝 什么位置都要 他就很明显的挑这样一句话 这是叫做智慧之语 我觉得很多人 在事后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喜欢他 就是他在很多时刻 是会说真话 就是他在这个时刻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是他真正令很多人喜欢的原因 那他其实把青年政策很放在他的市政的优先顺序的前面 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执行力不够强 所以某个程度来说 柯文哲个人 我必须说实话了 他跟马英九现象当年有点一样 马英九个人的形象超越他的台北市政府的团队 当然他的市府团队现在并没有弱于柯文哲的团队 可能还强 可是那个时候大家给马英九的评价 远远高于马英九的市府团队的评价 然后甚至也有很多人谈到说 马英九的第一届市长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很多人讲不出来 他的第二届也讲不出来 然后到了第三届换成了郝龙兵的时候 发现他留下了很多重大的 不能说叫做弊案 但是总是灾难 像什么 大巨弹 大巨弹 然后木炸道什么内湖 无限都是他留下来的 包括连花博申请了 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做 可是他还是选总统 他是当选了 所以我刚才要谈的不是他能不能当选 我要谈是说他能不能治国 他能不能治国其实马英九就是 他不喜欢马英九 可是马英九绝对是他的前驱之鉴 有的人长成前车之鉴随便了 就是说你有你的神话 你有你的魅力 你可以问鼎大卫 可是马英九治国他发生了很大的一些问题 其实那时候还有国民党的团队 像刘兆雪或者武对一座很好的行政院长 后面等等 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擅长领导团队的人 你不知道众肉有能力的人 你不是一个可以把最优秀的人 网络在你身边的人 你的神话是不足以治国 所以你越往上爬 你的人生会越危险 应该是这样说 高雄错失了他最可以发展的一个机会 你让高雄贫穷了这么久 那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背景 那你还卡住他的预算 只因为他是韩国瑜 你用权力的角度去卡他 当你用权力的角度去卡他的时候 你就让高雄的人更加的贫穷 然后你希望高雄的人感觉到韩国瑜上来 也没有增加我们太多的经济上好的东西 希望再度的赢回权力 我只想问蔡英文 你也六十几岁的人 你比阿伯还要老 阿伯比我小一岁 你比我还要老 你是阿婆 我跟他都是阿婆级的人 请问你当一个阿婆级的人 不需要有一点点 比较好一点的心肠吗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对高雄 你伤害了什么 所以他现在 断选了以后 因为习近平对台湾四十年的 告台湾同胞书 那他的发言 网络声量大增 那你把它看成台湾老百姓 对台湾的某个程度的在乎 这是一个角度 你把它看成你个人的权力转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角度 因为这是台湾的危机 但你把它看成个人权力转机 我常常想问说政治人物 你要自私到什么程度 你才要善罢甘休 所以我希望蔡英文仍存有她原来很纯真的笑容里头 真实的一点点善良 请她把纯真的笑容里头 那些什么叫做菜想想 羊可爱的猫的那样的一个纯洁的 一点点的善良 请她给高雄使命 有可能吗 但是我要让老百姓知道 就是她可不可能我不晓得 但我想让老百姓知道说 如果她有一点点纯真的善良 她就应该要知道 她当年反对三通的政策 她的伶牙利齿 跟所有的人努力让高雄直航 她全面的阻挡 而且她说出来的话 让很多脑袋不清的人通通都接受 她本身是全台湾 可能对高雄亏欠最多 事实上陈瑞典刚上台的时候 是想要开放三通的 那蔡英文个人呢 你们现在都年纪比较小一点 陈瑞典一上台 结果当天晚上就有陆委会主委蔡英文 发正式的新闻函 就否认了这件事 那蔡英文是怎么样变成 陈瑞典的陆委会主委 她是李登辉推荐的 还是她代表什么样的力量 那那个时刻 其实陈瑞典一直在这两个力量的时候摇摆 一个是独派的力量 一个是心中间的路线 到后来她的执政的失败 是她完全去拥抱了独派的力量 陈瑞典是有意思想要开放三通 那可能她本人 也是最强烈的一个阻止者这样 那不管她是不是阻止者 还是她的主子叫她做什么 她就是做什么 无论如何她今天当了总统 她要了解 她当路约会主委的时候 她的所有的林家立持 她因此使得所有立法院的三通 所有各种 不管这个当时的所有的质询里头 她认为她的个人嘴唇上后的胜利 都是高雄的失败 她对高雄其实是很大的亏欠的 那不是只有她 大家都亏欠好了 好 那请你帮助高雄还债 然后请你给高雄一条生路 请你不要如此的自私 不知道你要的自私到 赛宝感受到什么程度 所以 我主要去那个地方 当然是 就是韩国瑜的 还是她的粉丝 我只是 你是尽一份心力而已 对对对 然后去做一点事 那我在想就是说 那六合夜市没有人 这个现在人期望 可是可以持续多久 那就希望结合日本 还有两岸三地的所有的建筑师 然后就要这样可以把各种不同的观光客 都结合来把六合夜市 做一些全台湾最新的 最漂亮的夜市的改造 然后另外比如说 博尔艺术特区 那我就是用创意去想说 博尔艺术特区如何变成年轻人喜欢的 AI夜市 那那个鸿海可能 那些软体是可以帮忙的 年轻人的露营车 这又跟露营 又跟六合夜市不一样 就然后引进英国的Q Garden 然后就说 你得帮他想很多 不需要这张点头 而且高雄不能够再花钱 因为他负债太多钱 然后那些钱都很少很少的情况里头 如何 就是说他甚至根本 就是都是外界捐的钱里头 把高雄的经济 从年头到年尾可以振行起来 像他们现在马上 这个礼拜就要进行的乌鱼子大赛 就是我想着 因为乌鱼子的单价比凤梨苏高 所以他就可以马上的增加他的产值 那我们当然是绞尽脑汁 想要搬高雄的忙 可是我想政府这样一直卡着 不给他足够的经费跟预算 去解决高雄当地的问题 我必须说这个政府已经不叫做政府 他只是一个来争夺权力的流氓政权 Ending